还有后的,美国大选日之后一周,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了吗?在美国的朋友不断地提示,小心于震。身在美国南部休斯敦的老教授麦斯达忧心七七,再三地重复她的忠告,噩梦刚正开始,还会发展下去。 不要以为投了票,点算了选票便完事了,还早了,请记住,11月3日大选日选的,不是直接点选总统候选人,而是选出那周里那一政党的选举人团名单,而在那一周里的普选票中,赢得超过半数以上的政党,便可通过他们推荐的选举人团名单。 在今年12月14日,在每一个州的州议会厅,再投票选出下一任总统和副总统,但开票,是要等到最新选出来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明年1月上任后,2021年1月6日才开票,总统是在1月6日才选出来的,从11月3日至2021年1月6日,可能是日子最长、最难过、最严峻的64天。 你看,美国总统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一个人,他可以按一个扭键便启动核子弹头,把这个地球摧毁好几十次,而他就是这选举人团的538人小圈子选举决定出来的一个人,你说可怕吗? 那就是说,真正的总统选举,是12月14日才进行的。之前的全国大众的选举是导向指引的表示群众的意愿,即责成选举人团投票的方向。 在这12月14日之前说那位候选人,拿的多少选举人票,也只是原则理论上的预算和推测而已。 不能做准,要到明年1月6日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开封,点算审议,来自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证明书后,才会有最后胜负结果。 这过程与以往一般的总统选举,都不是严重问题,但这次选举,针锋相对激烈程度,是近年少见的厉害。 变数屡增,群众普选的票重新点算,在几个选情紧凑接近的摇摆周一是在所难免,是在必行的了。 接踵而来的是,排山倒海的法律诉讼,跟着便是在国会,内里的政治角力,在外头还有遍地开发的社会暴乱。 和控制不了,一波又一波的病毒疫情,什么时候,才可以还原社会和政治秩序。 就算新任总统,平安在1月20日上任,也不是一时三刻,可以摆平多个大难题。 无论谁在那天登位为总统,因社会和政治生态,分裂得如此的厉害,也只能是个弱势少票数当选的总统, minority president,新一届的总统,怎样收拾这残局烂摊子问题,离现实眼下当前的危险情况,虽然只有70多天,也实在太遥远了,慢慢再跟你详细的讨论。 麦斯达这番话,内里的讯息量真的太丰富了,一勾起我许多悬疑和幻想,当然也禁不住的追问下去,你不是危言耸听吧?太复杂了,请你给我们细细说来。 现在总统选举,初步点票的进程,开始出现多方争议,特朗普又已启动了,他那几千人的法律团队,在几个关键摇摆州进行法律诉讼,第一步是要求停止点票,很多局外人都不了解,这是怎的一回事。 麦斯达不厌其烦,慢慢地到来,这次选举有大量邮寄选票,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,这次有近一亿人,即约三分之二的选民,提前用邮寄方式投票。 民主党人有习惯,提前投票的传统经验,再加上他们都不认同特朗普的防疫工作,怕出门会感染病毒,而用邮寄投票。 相对的是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,而不怕疫情感染,而在选举日当天,继续出来现场投票,所以邮寄选票,估计有期成,是民主党支持者的票。 调诡的是每周,处理邮寄选票的时间,程序都不一样,有些周收到邮封,便马上开封放存,待选举日点算,有些周收到,便开封及点算。 也有些周要待选举日,才开封点算,但大多数的习惯,是选举日现场投票完毕后,先点算现场票,都是支持共和党的,再点算邮寄票,都是支持民主党的。 所以在很多的周里,先报出来的结果,都是共和党领先,民主党后来在居上,特朗普中途叫停,点算选票,是要保住自己领先的优势,这只是第一招,后面陆续有来。